Hello 大家好 阳光明媚的一天 我们今天终于等到了NBA总决赛 经过了气场的抢气大战之后 我们等到了这次总决赛的对手 克里夫兰骑士和勇士 所以在今天我们来到朋友的车行 我们今天不是来买车的 我们今天是来选车的 选一步我们怎么说呀 自己心头所好吧 开到我们的究竟山去 想一想这一趟沿途的风景 开着我们的超级跑车 然后走在美丽的一号公路上 然后从这里开始我们总决赛的一个旅程 大家看看我们选什么车好呢 我觉得想一想 从洛杉矶开车 从一号公路到旧金山 采访我们的总决赛 见到我们的James Curry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经过七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勇士队的主场奥克兰 这七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幸福和开心了 因为我们喝着饮料 吃着零食 看着沿途的风景 但是我们辛苦了我们的官师傅 因为官师傅一直从洛杉矶开到了奥克兰 整整七个小时 整整七个小时的路程 全都是他一个人搞定的 所以官师傅非常辛苦 但是来到奥克兰之后 看到如此美妙的环境 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非常感谢广东体育频道 这次为我们安排的这种住宿条件 今天晚上我们会好好休整一晚 明天上午我们会去到甲骨文球场 领取本次NBA总决赛的采访证件 以及观看两队的赛前训练 到时候我们会为大家送上第一手的现场报 感谢观看